籌碼洞足先機動能掌握金鮮 我是謝忠林 跟著大戶走財富 一定有 這一刻機會就在眼前 從馬動足先機動能掌握金鮮 大家好我是謝忠林 歡迎收看今天從馬動人大呼籃板的盤後九盤視頻 今天是禮拜五 我這禮拜的昨天在裡面有先祝福所有的朋友祝福大家在接下來的週休都可以休假一塊都可以形象似乘 然後注意保暖好不好 不要像我一樣 我相信這個聲音有點壓壓的 感冒 好不好出門注意保暖 好來看今天的盤大盤今天中場是下跌30點 但是歐靈西怎麼樣有點回穩的 中場是上漲1.17點 那我們今天來講幾個東西 當然第一個對於大盤來說 指數來說我相信其實是很多人關心的 我個人認為其實他是有機會在指紋的 然後外資現在有在幹嘛 他有在補他的空單 但是還是一樣聽大家 這個地方其實有機會指紋歸指紋 目前大盤跟歐靈西都是破線的狀態 大盤基本上連四根黑 所以月線破了之後怎麼樣 月線破了之後其實連續兩天都沒有站回去 所以有些股票如果說這地方他是轉弱的話 你要怎麼樣你看他顏色挺順 好不好 然後再來還是一樣 我們找好的股票或履價差 那在前天的時候跟大家提到生計股對不對 生計股同學今天生計股我強的越來越多支 等一下一起來看 好那先來看這個部分 這個是大盤 大盤連續四根黑對不對 那同學現在在15000點這邊 我個人認為應該是有機會停住 當然第一個就是什麼 就是之前的高點就在這邊 之前高點就是技術面上 技術面上的高點就在這裡 所以突穿之後壓回 壓回這邊應該他會稍微停一下 因為這一波這一波在漲 就是從15975這一波 就10月底開始這一段 其實主要就是漲那個降息的預期 當然降息的預期漲2000點 當然是有點過 那有點過的話怎麼樣 有點過的話其實就是 稍微修正壓回一下 不過呢 不過你說這個 降息預期有點過 那時候後面就連整會打算不降息了嗎 同學其實沒有啦 你從FED Watch來看的話 那個還是一樣 都一樣 都一樣 3月開始降 然後到年底的時候 到今年年底的時候 一樣是3.75到4 你懂為什麼 雖然雖然就是連整會 它一定會講 銀牌啦 它一定比較偏陰啦 好不好 就是 它預防大家對於後事太過樂觀 甚至它很害怕通膨在起來 所以通常就是 我給你一個 我跟你說可能 這個地方我不生息了 然後油就會降息 但是呢 當你太樂觀了的時候 它會踩點煞車 不過呢 市場的交易員 基本上就是 從一些數據來看的話 其實就是 這一天下來還是一樣 3月降 然後呢 到年底的時候 3.75到4 這個地方是沒有 沒有改變的啦 好不好 剛剛跟大家提到過的 這個旗子的部分 昨天開始補空單 那今天怎麼樣 今天 今天也在補 就是 今天是補了700多口 所以就這部分 應該怎麼樣 如果說 什麼什麼往下灌啊 什麼大跌特跌 什麼跌回7張點的話 照理說這個地方 它不應該補空單嗎 對不對 它應該怎麼樣 繼續打空單嗎 因為怎麼樣 因為2萬塊 所以就這地方的話 應該斷線上 它應該會停一下 好不好 停一下 所以就指數的部分 但第一個 先做個 短線的結論 就指數的部分 基礎線上 17000我這邊 我個人認為 我應該是有機會指穩 因為外資在補空單 還有呢 還有 歐利C 歐利C先回穩 歐利C先回穩 如果歐利C一直止不住的話 這個就很嚴重 歐利C基本上就是內置空盤 內置如果不想玩的話 內置不想玩 那就隔屁了 你知道嗎 所以呢 所以就是那次 內置基本上 有想玩 有想頂住 所以呢 雖然說是個M頭 但是呢 但是撐住 搞不好 搞不好有機會撐到下個禮拜 好不好 下禮拜是怎麼樣 下禮拜是重要的民主活動 就差不多這樣 好 那一樣 這上禮 前天啊 不是上禮拜啊 前天啊 前天跟他說的就是 同學 盤在破線的時候 其實他已經有轉弱了 轉弱有時候就是 那種有破線的股票 先出可能會安全一點 好不好 不是說什麼股票不好怎麼樣 而是 短天上如果說 那個氣氛可能不太好的話 你搞不好還有低點可以接 你懂的是嗎 搞不好還有低點可以接 那有低點可以接的話 你月線跌破可能就往季線測嘛 季線跌破往半年線測嘛 一般來說常常都這樣子 那我們舉個例子是全新啦 好不好 全新當然 我個人認為是本益比有點過高啦 一百 一百四十幾 然後賺個一塊多 如果說你賺個四五塊 本益比合理的話 那就算了 本益比有點過高嘛 有點過高的話 你看這個還要往下掉 繼續往下掉 好不好 所以就是 當破線的時候 當破線的時候 我認為你第一時間做處理 你後面就 我說真的啦 你第一時間沒處理的話 你現在怎麼處理 你現在 你現在處理不掉啦 不是嗎 這邊還在一四一嘛 對不對 一四一點五嘛 現在一三二又跌十塊錢 啊六十塊沒出 還六十塊怎麼出得掉 就出不掉了 好不好 所以做股票 同學做股票 本來就沒有人 百分之百 每次都賺 沒有人這麼厲害啦 如果有你告訴我 我去參加 好不好 我也不用那麼累啊 我就去參加百分之百 但是就是沒有嘛 你懂我意思嗎 沒有的話 因為跟你講有的 他就是騙人嘛 鬧這種人 還是有 住地保 住地保 那些主力也會賠錢啊 就是 你跟他騙說不會騙 不會了錢 我又再次也會了錢啊 你懂我意思嗎 所以就是 你停損設好 小傷什麼沒關係 對不對 那種三五%之內的 其實都ok 你不要搞到二三十% 扛不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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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後面這個財庫就不好補 你懂我意思嗎 所以就是一樣 提醒大家 如果說你手中有那種破線喔 第一時間喔 那個在你可以接受範圍之內喔 其實就 先把錢收回來 好不好 會比較安全啊 因為 像這種在月線之下 一般來說怎麼樣 一般來說都是 會比較偏真 甚至說會稍微弱勢一點點 好不好 如果說他本益比太高的話 好不好 他本益比如果太高的話 就會這樣子 好不好 那這個講完了 我們來看這個 這是美食 美食 同學這是1月3號 今天是1月5號 1月3號的時候我們講美食要多少錢 在270塊 對不對 在270嘛 這是股票安不安全 應該算是很安全嘛 對不對 我們那天有看嘛 前三季的時候賺什麼樣 前三季就 14.19 這2.23 14.19嘛 所以你第四季 我隨便加好了啦 15塊啦 就反而之前再估啦 就15塊嘛 那今年呢 今年 比較保守的估17塊 比較樂觀的估到20幾塊以上 又估到22塊的 你就一個可以賺22塊的生計股來說 當然它是學民要的部分 這22塊的生計股來說 你說這個本益比給10倍 太低了 對 你那個新要的是做夢的嘛 本盟比嘛 但是這種基本上它是學民要嘛 它是本益比 但是本益比 像這種就是 欸 12 15 再來可能要到20的 這種基本上一直在成長的公司 一般來說 反而報告都寫蠻高的啦 那都寫蠻高的話 當然盤在轉做的時候 對 生計股容易轉強嘛 因為生計一般來說 跟景氣沒有關係嘛 對 1月商道在270.5嘛 今天1月5號 要不要 285 對今天還漲了4.78 所以呢 所以同學 到底是盤的問題還是 選股票的問題 盤當然有問題啦 當然盤不好也是一個理由 但是 如果說你可以去按照盤的節奏 或是說 依照你的操作的邏輯 就是比如說像我們跟他說的 找好的股票 賺取加差 你來市場不是就找好的股票 賺取加差嗎 幹不是 只是盤好的時候很容易就賺到 很容易就賺到加差了嘛 甚至於會加快你的速度跟幅度嘛 那盤不好的時候 有時候在那邊洗來洗去 甚至有時候破線的 你可能還要鼻子摸的話 所以不會 可能先出掉幹嘛的等等 後面再來 對 但是總歸一個邏輯就是 找好的股票 或許加差 對不對 所以你看這個 1月3號270 1月5號285 請問這個15塊是不是加差 就加差嘛 一張就是1萬5嘛 兩天的時間嘛 這個操作不是 這種感覺不是說很好 不就很好嗎 所以今天大盤下跌 大盤又下跌30點了 連續4個黑夜棒 他創新高了 你知道嗎 他創這一波的 就今年來的新高了啦 好不好 你說前面高點這邊可能還沒到 但是呢 這個禮防太盡整個突破停牌高點 所以呢 所以我很像這種 我生技股 我認為你還是可以做留意啦 而且今天開始 有陸陸續續一些轉腔啊 而且像美食的部分 其實像我今天上東森的時候 我講到一個東西 就是瘦瘦症的部分 其實美食 之前是接毒藥嘛 接毒藥之後是什麼 血癌藥嘛 現在其實他不只有這兩個藥 他也有壯陽藥 好不好 然後現在呢 現在那個減肥藥 基本上他也有了 好不好 所以就是 我不用研發嘛 你弄醋好就弄血泥藥嘛 基本上他公司本來就屬於比較這個性質啊 如果說是那種減肥藥的話 其實 美國的NBR現在也在漲 好不好 那美國這邊像里蘭諾諾德 他們在漲什麼 其實也不是漲什麼疫情 疫情其實無關 那啦 高端是有病了啦 就漲個口罩 口罩漲一漲又開始跌 口罩是有在缺嗎 口罩沒有在缺啊 你懂我意思嗎 口罩沒有在缺啦 只是 一講到疫情就大家全都在那邊擠口罩 但是口罩根本就沒有缺 你便利商店是 隨便買那麼好有口罩 怎麼會缺 你懂我意思嗎 雖然如果說你從美國這邊來看的話 就在漲什麼 漲瘦瘦症 瘦瘦症 減肥的 美食這個地方有減肥的 然後像這個北極新 北極新也開始轉強了 其實北極新反而開始出報告啦 這凱基出的啦 好不好 前天出的啦 他說什麼 其實報告直接寫說雙引擎模式啟動啦 第一個引擎就是它原來的啦 就是那個 愛證用藥啦 比如說像那個肺肩皮癌用藥 其實我相信在之前呢 北極新在 嘻嘻叫的時候 那個媒體都有寫啦 為什麼陳添哲會入股他 為什麼 陳添哲是他最後的 後面最大的金主嗎 為什麼入股他 陳添哲的好朋友是陳宏文 陳宏文不是那個嗎 鄭文的董事長嗎 鄭文董事長就是他媽媽得了愛證 用了北極新的藥 很神奇就好了嘛 所以他覺得 哇這個藥怎麼那麼神奇 這個藥就是什麼樣 就是那種標靶用藥啊 它會讓癌細胞就吃不到營養 然後癌細胞掛掉那種 所以得甘奶本來快掛了 用北極新的藥護就活起來了 所以誒 入股北極新啦 然後那個肺肩皮癌用藥這部分 基本上怎麼樣 去年 去年也通過 第三期的臨傳也通過了嘛 今年怎麼樣 今年是有機會拿到藥證嘛 拿到藥證就可以怎麼樣 這邊有寫啊 這個就是肺肩皮癌用藥啦 今年就會取得藥證了啦 今年最快年底啦 對啊 所以如果說拿到藥證的話 就可以開始怎麼樣 開始賣藥了嘛 當然賣藥的話 其實像這種癌症喔 都屬於什麼 屬於比較類似有點小眾市場 那大眾市場是什麼 那大眾市場是什麼 肺肥癌 所以呢 所以他上個月怎麼樣 上個月購備你 花了20億購備你 一間公司叫林陽生計 好不好 林陽生計 林陽生計就做什麼的 就做瘦瘦針啦 好不好 就做瘦瘦針啦 那做瘦針的話 其實他這邊有講到一個東西喔 他說現在喔 他每年 就是瘦瘦針的原料 每年 產量是75公斤 同學你不要想看這75公斤喔 這個瘦瘦針的原料啊 LPG啊 這部分啊 他是用毫克來做計算單位的 你說什麼 每毫克400到700美元 每毫克400到700美元 GLP啦 GLP才對啦 就GLP這個原料要 每毫克是400到700美元 但是同學 我們剛剛是不是講公斤對不對 一克等於一千毫克 一千克等於一公斤 你懂什麼 也就是 今年如果說只能做75公斤的話 今年啊 他後面已經說了喔 我如果全產下去的話 就是我商業化下去的話 我可以做到一千公斤 一千公斤 你要換成克的話 一公斤啦 一公斤 一公斤換成克的話 你先乘以一千 沒錯吧對不對 然後呢 再乘以一千變成毫克 所以呢 所以變成一千乘一千乘一千 然後 每毫克是400到700美元 所以這個你自己說說看 還是美金喔 這個如果說真的讓他做起來 開始整個商業化下去的話 就是弄起來的話 這個怕是一樣的 所以呢 所以像這種公司我認為就是 這種後面如果要做夢的話 這個夢可以非常非常的大 一千公斤嘛 他正在這邊講的啊 未來可擴充到一千公斤嘛 一千公斤先把它換成克嘛 乘以一千嘛 對不對 再換成毫克嘛 再乘以一千嘛 再乘以四百 對四百到七百 我們算四百就好了 美金 美金換成台幣 再乘以三十 怕夕陽 這個後面的產值非常大 你懂什麼 就如果讓他做起來的話 所以呢 所以就這個部分的話 其實我認為像這個公司的同學 當然 什麼時候 什麼時候經常買那個 你自己做觀察 但是呢 但是我認為就是你列入之選股 因為像這種股票 如果說之前喔 有經歷過他那個結盲那段的話 我相信大家都非常清楚喔 每天都漲停板 一下子就一倍了 好不好 所以像這種就是 減肥藥的部分 其實想像空間是很大的 因為這個市場 這個市場它就是往上衝 減肥藥啦 因為 就是 其實我們說知道 多動少肆就減肥嘛 但是呢 很多人就怎麼樣 基本上大家都不想做嘛 就想說我就坐著看電視 吃我的零食 就可以瘦了 就可以瘦怎麼辦 只能接種藥物治療 就差不多這樣 所以像這種就是 一個題材在這邊 然後美國這邊喔 那個 相關的公司都在漲的話 這個你可以做 留意好不好 那個有在做 周周針的 就是北極性 然後呢 那個 我們剛剛講的美食 也有先進去減肥藥 然後做周周針頭的 這我們之前跟大家提到的巨像 對不對 62、63跟大家做分享了嘛 現在還在七十一二塊嘛 整理嘛 為什麼整理 因為他憲增嘛 憲增加發西幣嘛 為什麼他要憲增發西幣 他有接到收縮成的針頭嘛 然後呢 又有公控嘛 又有嘎咪的單嘛 所以生意很好 好不好 所以拉了十塊上去 不下來了 所以其實 你有沒有發覺 題材都一樣 就題材對的股票 基本上上去 就不下來了 所以呢 所以 像這個股票 我認為就是整掛了 整掛了 你可以做留意啦 好不好 那接下來我們就一樣 追蹤一下 這跟大家提到的是什麼 萬潤嘛 對不對 萬潤 這個我普會出掉了啦 那個 觀特的部分喔 還有班族的部位啦 今天莫名其妙要跑上來 這個到底是什麼時候入章 要不然就這個月啦 要不然就下個月 好不好 比較有可能是下個月啦 比較有可能啦 因為下個月的話 剛好遇到什麼 卡到過年嘛 過年就順便 股票拉一拉發紅包 所以呢 應該就是在這邊盤著啦 好不好 盤著的話就是 反正盤不好 有賺先走 剩下的 反正觀特這邊喔 應該是比較可以接受風險的 就是還有一半 繼續做觀察 好不好 然後其他這個旺系 旺系這個我們 昨天已經出掉了 但是呢 掉下來我認為我還可以再接 因為這個 理由沒有變啊 同學理由沒有變啊 只是怎麼樣 只是喔 這我的經驗啊 出報告這一天喔 大家都從進去 所有的短線課 全部都從進去 然後再來呢 再來如果說盤好 還繼續漲 盤不好呢 盤不好那個就出掉了 然後就亂殺 都這樣子 亂殺 亂殺就幹嘛 亂殺就掉下來 今天又掉了什麼 今天又掉回 又掉回我買的部位了呢 我第一天買 拉10塊錢當充掉嘛 前天跟大家分享過嘛 昨天震盪的時候我也先出掉 今天又掉到這裡了 好像又可以買了 因為沒有問題啊 沒有問題啊 就這樣子啊 去年14啊 16啊 19啊 所以這個掉下來整理喔 這個我們再找個點 把它接回來 然後像這個AIPC 微信 微信也先出掉了 這兩根不漂亮啊 好不好 我現在這個兩根吃四根 這個不漂亮 不漂亮就是收錢 好不好 其他像這個齊鴻跟荔枝 我認為 問題比較不大 好不好 問題比較不大 反正就一樣啊 他一樣在這邊盤著啊 荔枝就是跟 英特爾在弄那個 先進散熱實驗研究室 我認為像這個問題不大 然後齊鴻 齊鴻前幾天法說嘛 欸法說說的還不錯喔 法說說的還不錯 好不好 他的子公司 聽說也是抱著一隻 對 一隻公司啊 什麼大啊 也是抱著一隻 我認為一樣啦 持續做關注 好不好 然後這個 也不能說銀建 營造公司 營造公司 建設公司啦 沒什麼太大問題 有震盪一下啦 但是呢 一樣是在高位階 今年就賺7到9塊 這個 賺7到9塊 在那邊震盪一下 盤可能震盪一下 在那邊 基本上 離我第一次買的 我第一次買是買 40一下嘛 不是39多 現在還在40 41二 我認為這個 應該還有機會啦 繼續放著 好不好 接下來我們看一下這個 這個 貨櫃的部分 最近貨櫃喔 新聞很多 那貨櫃新聞很多的話 同學 其實我個人認為 貨櫃喔 我們真的沒有什麼主導權 我們都完全看人家臉色 你懂的是嗎 陽明的 如果說全球的市占的話 陽明只有2%多啦 常常5%多啦 外海1%多啦 全部加一加 連10%都沒有 連10%都沒有 你會有話語權嗎 10%都沒有 你沒有話語權嗎 馬司機才有話語權嘛 馬司機跟地中海 航運嘛 兩個叫做2M集團 2M啦 地中海航運沒有掛牌啊 所以他們才有話語權 所以變成說你要做這個的話 你要看人家 你要看馬司機 到底有沒有漲 甚至於看馬司機 到底要不要 你是要回紅海了 欸我要走紅海了 結果那股票就跌停板 啊我又被攻擊了 對我再知道都好忘記要股票 就這樣每天黑黑黑 當然昨天有比較明顯轉強 如果說你要做 航運這一塊啊 就是貨櫃這一塊啊 以要命的這個低點啊 這個低點啊 他昨天的低點 因為昨天這一根基本上說 那根件K棒 這個低點當什麼 當出場點啊 如果說昨天這個低點 又跌破的話代表什麼 代表這個 這個不用玩了啦 好不好 這個其實比較投機啦 我說真的 你看這兩天的那個 那個SCF 就是上海集裝下 那個歐洲這麼的報價 你看昨天到今天 昨天開盤 是不是說漲10% 到5盤的時候 說10%全部跌掉變翻黑 今天說一開盤跌8% 中午的時候跌4% 變跌4% 同學這個代表什麼意思你知道嗎 如果說以股票來說就是 開盤掌停板爽要命 中午呢 中午挖或瞬間打到平盤 打到盤下去 然後隔天一開盤快跌停 對然後呢 又在那邊跑跑 所以一天來回20幾% 同學 這個鴻海的事件 它是這個事件而已喔 對於貨櫃來說 它沒有趨勢你知道嗎 貨櫃如果說你要說趨勢的話 趨勢向下 向下 功過於求啦 不然怎麼躺在那邊躺那麼久 為什麼躺一年 躺在這邊不會動 最近才跑起來 那貨櫃這部分是因為真的什麼 什麼需求大於攻擊嗎 就不是嘛 是因為什麼 是因為尾巴戰爭啊 夜門這邊不爽啊 就是阿拉伯這邊的不爽啊 所以就是要專門攻擊 對不對 要去跟以色列有關係的船啊 你要去以色列我都打你 基本上是這樣子啦 所以這是一個國際政治世界 它就是個事件而已 這個事件只要落幕了 啪啪啪啪啪啪 我相信你也知道 不用我講跌回原點 警覺環局就是這樣子啦 就是一個事件期啊 哇亂漲 黑白亂漆 事件結束呢 啪啪啪跌回原點 而且很快的速度摔下來 所以為什麼每天當衝這麼多 可能五成以上都會當衝 因為大家都知道 這個事件啊 事件 想知道明天知道怎麼樣 明天知道 如果說新聞出來說 我要走紅海了 哇 就像這天一樣 很快就跌停板 所以這個部分 如果說你夠投機的話 你就去玩 那你不夠投機呢 不夠投機你就不要玩嘛 你玩穩健一點的嘛 穩健一點啊 常駐行啊 這不是夠穩的 法輪出貨報告嘛 2024獲利在高檔 行進職業具有吸引力 我們看重點就好了啦 真的就是去年 如果以去年來講 他估到去年4.33 今年3.69 職業率的話 去年要配兩塊錢啦 我就今年啦 去年賺的今年配嘛 配兩塊一啦 然後今年呢 今年賺的 今年賺3.69的話 還可以配到1塊8 現在股價多少錢 3.42塊 質疑率快7% 快7%對於法人來說 非常有吸引力啦 那個 1月2號的時候 有三間ETF 把長榮航大進去 他們的投資組合啦 所以呢 所以接下來你應該會看到 那個投信的買盤喔 會三部時間 一直跑出來 甚至會一直連續買 為什麼 質疑率很高啊 股價很低啊 那不是 這股價很高 獲利高檔 賢金質疑率很有吸引力嘛 那不是 6%的質疑率 對於ETF來說 拜託耶 這很棒耶 現在10年公債不到4%了耶 所以就這部分的話 就是比較安全的喔 我認為你可以留意啦 而且呢 而且同學 我們剛剛是不是講 這個運價的部分 如果說你海運的運價 是高漲的 什麼漲一倍 就像報紙上 所說的什麼漲一倍 什麼之類的 啊你是公司的話 海運漲一倍 你不會用空運啦 除非你的東西 不能用空運 不是嗎 沒錯吧 所以如果可以用空運的話 這個漲一倍 我就改空運就好啦 所以呢 所以 它的貨運的部分 搞不好怎麼樣 搞不好不會下去 又繼續往上跑 所以像這種公司 我認為就是短線上喔 你還是可以留意的 因為它還沒什麼漲大啊 它有大漲嘛 它沒大漲啊 不是在月線這邊 乖你也不大 然後呢 頭信一直在買 我認為像這種就是你可以留意的標的啊 好不好 最後看一下這個 這個下禮拜 我應該會找個點卡位啦 聽說應收不錯 好不好 有興趣的可以起來 好我們做個簡單結論啦 同學 就這個盤來說 我相信這個 開紅盤到現在 大盤連跌10天 當然 感覺起來開局不太好 那同學 開局不太好 這是指數的觀點啊 在操作上 其實操作上 從頭到尾都是什麼 找好的股票 或許加差 沒錯吧 就是你只要彼此這個原則 找好的股票 或許加差 有時候盤掉下來 對 好的股票還更便宜 所以 不用看得那麼壞 好不好 然後把好的股票找出來 這個叫什麼 操作的方法 好不好 操作的方法 禮拜三的時候 你有做到升級過 現在你今天不是很開心 你還會擔心說 大盤是 大盤又跌30點了 我好難過 你在難過什麼東西啊 你升級就在漲了不是嗎 就是 什麼時候做什麼事情 好不好 有操作的方法 結果回憶的能力 就會有下一次 喜歡分享的話 可以點個訂閱按下小鈴鐺 我們節目給你喜歡 第一時間 退播同志靈 我記得各位分享到這邊 籌碼動足先機動能掌 我之前祝大家 休息一下一塊 下週超順利 下週見 拜拜 下週見